哈喽大家好我是一姐 一姐在美版知乎quora上看到一条印度网友的提问 问题是谁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是中国还是印度 好家伙 战户局的同志最近没有上班吗 居然能让印度人问出这样的问题 况且我们早已经承认印度是世界第一强国了呀 那印度网友都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印度网友Rakash Kumar回答道 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还需要很长时间 印度不是我们就快要成为超级大国了 而不是在不久的将来 印度网友Piven回答道 作为一个印度人 我着迷于中国 我一直在读关于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对比报道 许多人预测他们在不久的将来都会成为激烈的竞争对手 并将力争超越对方 有人说中国已经领先于印度 因为他很早就开放了经济 而印度则较晚 许多人说中国经济领先印度许多年 印度要赶上中国还需要很多年 但这取决于印度是否真的想赶上中国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预测未来 但作为一个印度人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从长远来看 我真的不在乎中国是否领先于印度 作为一个印度人 我只专注于印度 寻找让我的国家成为天堂的方法和不敬 值得赞扬的是 印度没有适渡与中国或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竞争 当然印度经济起步缓慢 但鲜花盛开需要时间 印度经济现在正在加快步伐 并收获成果 巴基斯坦网友 Eftik Alarm回答道 是的 Kora上是他们的乐园 他们在Kora上创造了一个幻想世界 那里印度人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 而巴基斯坦则像是索马里那样的国家 印度网友 Achar Gartem回答道 到目前为止 中国在成为超级大国方面遥遥领先于印度 中国是美国主导地位的最大挑战者 而且中国很可能很快就会宣布成为超级大国 印度要成为超级大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中国创造了奇迹 在20到30年的时间里 中国已经是近5亿人摆脱了贫困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这样的成就 它的经济和军事非常强大 中国的领导地位一直受到超级大国的束缚 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 另一方面 随着印度经济规模的缩小 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差距日益扩大 印度做事的方式不如中国有效率 中国在建设基础设施 改变政策 适应新的商业机遇方面遥遥领先 因此中国将成为亚洲的下一个超级大国 但是认为印度很强大是愚蠢的 印度也在以良好的速度增长 印度不再是上世纪90年代的印度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 它最大的优势是它的民主 民主国家的增长速度较慢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它们的增长更为稳固 我认为印度能够在未来30年内 挑战美国和中国的地位 印度网友Chimmy回答道 我认为中国会成为超级大国 但这仅仅是因为印度的货币不流通 如果货币开始流通 那么我敢肯定 下一个超级大国将是印度 印度网友Rakash Patney回答道 中国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按照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 没有理由不再未来超过美国 尽管印度的进步速度也很快 比中国更快 但差别在于基础 所以如果你把中国的经济 和它的增长率与印度比较 你会发现就增长量而言 中国远远领先于印度 因此印度要想赶上中国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简而言之 中国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除非发生戏剧性的事情 中国网友Richard Fautier 就在下面回复了这位网友 我亲爱的印度朋友 如果你认为印度已经 或者将来有一天会成为超级大国 我们真的为你感到高兴 但是你能不能让我们中国人单独待会儿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真的很害怕被视为超级大国 中国实际上只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 美国政府应该把精力 集中在像印度这样的 真正的超级大国身上 而不是中国 印度网友阿密特西高 回答道 在目前的情况下 超级大国现象已经结束 就像蚂蚁害怕老鼠 老鼠害怕猫 猫害怕狗 狗害怕狮子 狮子害怕大象 大象害怕蚂蚁 印度网友Priyenshu Panwar回答道 让我告诉你 中国现在几乎就是一个超级大国 但印度成为超级大国的日子不远了 一 印度的工业发展 有大量的人力资源 二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防力量之一 三 印度也值得成为NSG的一员 只是因为中国我们没能加入 四 印度也理应成为联合国安理会 承认你是国 但只有中国对我们使用了否决权 五 印度与其他国家有着短泛的良好关系 印度网友Nariana Vishnu回答道 中国在技术上遥遥领先 在自己和邻国都有大型项目 在生产上也遥遥领先 我们印度人善于批评我们富有的邻居 在成功的邻居身上找毛病 却忽视了我们的缺点 最后就用这位新加坡网友Alex Killer的回答结尾吧 可能是中国 一个人们甚至懒得打扫卫生的国家 不太可能成为超级大国 人家本来就傻 你还逗人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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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